我經常覺得一個小時要說的東西十分多 我們想把自己的建議都說 但我經常說一個小時是我們帶出一個點 事後包括在我們語言界、學術界、政府 我們如何形成一個建議獻冊的論 就要靠我們大家各自 在特首政策中我們如何提出意見 希望在未來五年、一年中我們不會盡一分力 剛才也說到專業學術如何延續這種文化 首先我們要理解的就是 其實我們的大學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制 我們需要做很多不同的研究 做國際站位 但同時我們都覺得大學可以在評審的過程中 給予我們一些Logo Engagement 在香港參與香港事務的學者的分數 可以鼓勵一班學者如何將他們的研究落地 當然另一方面 我覺得在政府層面上 我們的諮詢架構裏面 除了諮詢業界之外 你都可以問一下一些 其實你會看到有很多學者 一直以來在業界裏面都很願意發聲 很願意去說話 會否也諮詢一下他們意見 了解一下究竟是前線 究竟如何推動旅遊業發展 如何推動文化發展 這個我覺得 這個諮詢的身體 架構可以是 原備一點 不一定只是業界 可以放一些學者在那裏 真的做一個產學研的聯合 沒錯 我覺得剛才Terry帶出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在諮詢民間 民間說的是很寬闊的 例如學術界、業界 我自己也希望在旅遊業方面 政府接下來可以多諮詢 例如就算是比較大範圍的諮詢 我覺得對於市民來計 他的投入度、認可度 對於這方面都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大家在逆後 都說了很久要推動旅遊業 但大家可能有一些位置 大家可能不太接受 或者有很多爭議的聲音 我也希望這方面 除了我們可以收多一些市民的意見 或者是業界、學術界等等的意見之外 亦可以多聽市民的聲音 是很重要的 正如江源也說 在他的意見 你也說了一個精語精神 精的時候可以深度多發掘 令高質的發展多元化、包容 令開拓的建議 不是針對業界 而是多方去做到這個 其實真的是無處不旅遊 你真的要去到我們接避器 這個精神才可以發揮出來 而且我想可以用多些措施上 去推動市民去參與這個地區旅遊 剛才江源說得很好 我們發覺原來市民和遊客 沒有一個很好的系統 當然 我們所有人都會因為某些原因 一些利益 而去做一些事 這是人之常情 我們會不會有些東西 真的可以推動市民 去進行一些地區旅遊友善的工作 或者可能會不會有些獎勵計劃 或者會不會有些類似這些東西 可能你會覺得 好像以前年代的香港 但實際上 這些是有它的作用 亦可以帶動到全民全城 去關注旅遊友善的活動 其實我也想帶出一個問題 現在好像有些周末 或者一些大時大節 都不少的遊客來到香港 是的 那麼究竟我們怎樣能夠做好這個遊客管理呢 會不會就是當很多遊客來的時候 會跟我們本地香港人 會有一些磨擦 我們怎樣能夠在設施上 服務得遊客更好呢 我也希望政府 接下來我也知道他們會有些藍圖 或者有些政策出來 我覺得有一些地方 我看到 例如他們會限制多少人去那裡 又或者有時候他們跟業界 政府會說 業界自己也很好 他們會有些自己的操守等等 他們自己的行業方面也會調節 就是說 如果太多人去那裡 我們不要破壞那個環境 可能最近這兩個星期 我們要少去一點 因為那裡可能要清潔等等 我也希望政府 可能跟業界特別是 都要做多些磋商 會不會怎樣令到我們的設施 或者我們的使用 是更加可以對遊客也好 對本地市民也好 Terry 你在研究方面 例如外國有沒有其他比較先將經驗 我們可以借鏡 剛才江議員和大家都說得很好的位置 就是政府的主導角色很重要 例如外國那邊 韓國整個文化旅遊的發展 其實不是很長時間 我們看回他整個研究裡面看到 他其實應該是在金融風暴 上世紀末的金融風暴 之後才開始正式推動韓國旅遊的發展 而韓國旅遊的發展最大的特色在於什麼呢 他成立了很多不同的觀光部門 譬如說他有海外文化宏報院 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 韓國觀光公社等等 他作為一些對外宣傳自己的韓國文化 其次是什麼呢 在政府的帶動下 其實民間是做很多回應 我相信香港民間都願意做很多回應 只不過就是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應 以及我們要回應什麼給你們 我相信我們可以多元化去聽 就是我們怎樣去做 學到韓國這種文化推動的話 其實他為整個市民帶來的產值增效 是真的差很遠的 最直觀去看的就是 甚至乎可以影響到韓國整個國際形象 大家知道韓國國際形象非常之好 我想說多說少跟他這個文化產業的發展 是很有關係的 我也有一點訊息說 很多時候我們好像抓了一隻鹿 不知道怎樣剝剝的角形成更多 舉個例子 我們搞了一個國際盛事 只有幾天而已 其實我舉個例子 我們當時的國際會議 我們去到日本那邊 原來第一 他們一個月兩個月錢 已經為了這件事 全城的旗積旗飄 都已經做了 以及設計了一系列 跟經濟有關的 這間店改裝成為主題 跟著杯杯碟碟碟 生活百貨看到的東西 他們立即都會因應那裏 做出這樣的配套 令到你去到哪裡都要花點錢 同意 我們都一樣可以 香港有這麼多不同的展覽 接下來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演唱會 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說我們就著這些演唱會設計一些優惠票 你憑著你看完這個演唱會 去哪裏地區消費的時候 我們就有優惠 其實旅客會想去做這件事 我們怎樣去連動社區一群的民眾 一起去參與 我們看到日本的都是由地鐵站口 一直招呼到我們過去的會場 我覺得商界也要幫忙 政府和商界一同推動 所以這件事真的需要各界 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崗位 或者以自己的出發點 我在這件事 我可以產生一個多大的利益關係 我去參與這件事 自動自覺會將這個精彩度 和延伸度可以再提升 讓大家為這件事真真正正說好香港故事 我覺得是 今天我們的節目都差不多了 最後做一下總結 議員你說我們接下來的新的變局 香港要怎樣重索我們的新優勢 首先說文化旅遊 我覺得今天我們大家都說得很開心 希望我們能夠在多方位 去到多些市民去參與 大家共同努力做好一點 好 謝謝大家 下星期再跟大家說不同的話題 謝謝大家 拜拜